这个老道士法力十分高强,小县城三年不曾下雨,他便开弹做法,雨伞化作气象图纸,单手捏绝,召唤雷弓电舞,可天空依旧晴功万里,老道士指着龙王神像破口大骂,如果还不下雨,定然要你好看,看到天气依旧不变,老道士音笑一声,双手一搓平空生火,当场就将神坛匾燃,就在这时,天空顿时乌云密雇,电神雷鸣, 琴盆大雨呼啸而下,龙王在给自己灭火的同时,也救下了这方百姓,老道士心满意足回家睡觉,夜里,年轻小伙树根误打误撞闯入他的房间,老道士房间十分简朴,就连蜡烛都是画在墙上,每当有人走过,蜡烛就会自动点燃,面对不速之刻,老道士非但不生气,反要给他弄点东西填饱肚子,只见他取出一副母鸡画,然后以手做刀,将画切成纸条下入锅中, 一会儿功夫,纸条就变成了一碗高汤母鸡面,不放任何调料,可依旧香气扑鼻,树根刚要下嘴,老道士突然神色大变,看出他将有大祸临头,树根连忙说道,他大叔被人弄瞎了双眼,为了找到解药,才误打误撞闯入了前辈家中,老道士看中两人有缘,便给了他一包草药, 如果大弹不死,日后再来找他道谢,此要果然神奇,短短片刻,大叔的眼睛就已经痊愈,可他不但不领情,还大骂树根是个野种,将他赶了出去,树根坐在门前,还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,突然一道黑影将他覆盖,树根煞时被点中穴位动弹不得,黑影现身,正是威名赫赫的蝙蝠法师, 他以丝线连接长剑,仅仅一招就让大叔毙命,刚要解决树根性命,却发现他胸前佩戴名誉,这可是当朝肃亲王儿子的亲身物品,原来,大叔乃是十多年前的八七军总教头高雄,因犯下满汉通婚罪,被肃亲王下令截杀,就算高雄的武功再高,也敌不过对方人多,只能趁机抢走小辈的作为人质,这才让他逃出了亲王府,没曾想,由于高雄太过紧张, 不经意间已将小贝勒勒死,为了抹去心中愧疚,高雄捡到了孤儿树根,把他当作小贝勒抚养成人,蝙蝠法王也看出其中端倪,但为了完成自己统一天下的心愿,他想以假乱真,用红笔诸杀在树根的脚底点出七星志,只要日后与他合作,便能让他做上大清的王位,蝙蝠法王越想越兴奋,便让一个罐子人来看守树根